对这个案件 对这个车祸事件 做整个后续的追踪和协助 协助所有的上亡者 可以走出来 我的心头的沉重 除了惭愧 还有悲伤 还有 不要向所有的人说 对不起 我一向骄傲于 阿罗哈 有一个很坚强的后代车队管理 可是 万万都没有想到 这样可怕的事件发生 我一直自我反省 反省我自己 从上次的车祸发生 我们公司配置了一个 所谓的防瞌睡 后台管理 我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我的手机 几盒灯 所有夜间 所有遇长的车辆 我很用心在做 可是 发生这个事件 让我真的很无助 很无助 我惭愧到 无罪之隆 不知道如何 去面对 所有的 安无阿罗哈的消费者 对你们也很抱歉 在下雨天 让你们 到这里 好你刚听到的是 阿罗哈 柯云的董事长 陈瑞玲 他对于这一次的翻车意外 造成了三个人死亡 他感到非常的抱歉 那么他强调说 惭愧对不起 而且会将负起完全的责任 还表示呢 将会赔偿这个受害者的家属 不让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那么后续也将协助 伤亡者的家属